大家看过之前的两条片应该对我上楼得有点认识 发展商今次就有三期分别有A B C 三期 而画面上深蓝色现在是卖的Ocean Marini 上一条片带给大家是物业本身的自身问题 本身硬件上会令到它有什么复位要小心 我形容叫做内服 内是内在的内 今次我最想带给大家是外服 外表的外 原因 本身物业未必有太大问题 但基于它放在贸货位置 例如新建的公路 或者新建的物业遮住了景观 这种种变化会影响到物业的质素 实际点说 转手二手价 放租 放租的时间长短 或者是转卖 有没有人看呢 或者被新买家找到一些借口做压价的原因 你有没有想清楚而去选你今天想选的单位呢 每次制作的YouTube片 我都希望你求准确的维持 准确的资料 我都用了很多时间心机 去政府部门 例如 承规会 屋宇处 其他不同的机构 甚至上市公司的年报 另外我都会实地考察 去看地盘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到一些事实 但被人忽略的环境证供 再加上我少少的投资经验 更余的专业知识 去制作每一条YouTube片 近日我看到网上很多YouTube片 只是单方面说好处 再加以放大 甚至露台和工作平台都分不清楚 就叫做双露台设计 在片里面说 找他聊聊 可以预约看楼 我就真是 害怕 我都很希望进步 和知识上面的提升 如果我有错漏 或者你有补充资料 很欢迎再留言说下 或者PM我 交个朋友都可以 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 激发我要做第三条的终极 Ocean Marini 防重复YouTube片 先看硬件方面 ABC三旗同在一个基座上面 但是 BC两旗 即是Tower 2 Tower 3 是一个连体鹰 即是Gran Marini 和Ocean Marini 基本上是黏住的 所以导致上一条片 Tower 1B C单位 会黏住Gran Marini 主人房 这个三角形长身 就会和旁边 共同分享它的厚度 而9A期 是Stand alone 一座的Marini 大家可以留意 左上角这个图 当天气好 又大风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翻风下雨 例如打大风 你想想 当这个位置 正正向着工业区 那边的景 吃正风的话 风要找地方走 就是黄色箭咀 第二和第三座之间 即是画面上见到 黄色的那缝 所以旁边的单位 是非常吃风 除了水会蚱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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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房间听到缝缝 比其他单位机会大 以及响 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是随楼负送 不用钱的 住下你就知道 这种起楼方法 是完全要配合大自然的力量 因为承批会的法例 不可以令到现有起的物业 造成屏风楼 将所有空气阻住 令到热倒效应 法例是对我们好的 不过根据楼体力学 会造成我所说的效应 那对于今次开卖的Ocean Marini 有什么影响? 我拿回网上 发展商提供的 看楼三目零方案 我将三目零画面 转来转去 都看不到有什么障碍物 阻挡着 或者包着这个发展项目 转到这里 这里容许我说一下这个潜在复位 很多人会跟你说 有条将军澳跨湾连接路 是条天桥 正正在第九期对出 也是因此 引流了整个日出康城 成为其中一个主要出入口通道 还有 将军澳工业村的车辆 为了避免在将军澳中心 失车的原因 使用这条新的天桥 离开将军澳 日后繁忙时间非常繁忙之外 会造成噪音 和汽车排出的废气 空气污染问题 低层的朋友会直接受影响 最后讲一个最知名的伏位 画面上是Tower 1A 单位ABC 我在其他YouTube片上 听到人说 这个是无敌美海景 你猜真还是假呢? 提提提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这里是一个定期制作 我对物业、楼市的看法 和物业投资专题的频道 所以希望大家除了 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之外 也可以订阅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按下方旁边的小铃铛 下次有新片推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通知 而如果你想跟我谈谈楼市的话 你可以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events page 请大家看看画面 这三个物业项目 包括今次9C期 Marini 项目 中间的LP6 右边的进海 正正画面最左手边 就是第10期南风的项目 暂时未定名 明眼人一看下去 第10期南风一定会遮住第9期 你猜发展商知不知 他们早就知道了 问题遮多少 怎样遮法 我相信这些资料都有人找到 但是有没有需要公开告诉人 有可能你知道 你都未必会买 我刻意用不同的颜色线 红色、蓝色、绿色 分别代表 A、B、C 三个单位 向外看到的最阔景观 由于赶着出片 可能有轻微偏差 请大家不要介意 我再放大给大家看清楚 你的心仪单位是哪个呢? 可视角度是不是你预期呢? 所以我有几条片都强调 C单位不要买 C单位的主人房 根本一点景都没有 非常之合责 好像在一个洞里面 要买一个不行不探 我形容叫做两房半的单位 我宁愿买回之前那两期 类似的职一样有 所以发展商定价低 其实它应该是比现在价更加低 因为根本就没有景 希望有自检 C单位的业主 早点看到这条片 那B单位是怎样? B单位你又不要以为很好 因为你会比 第十期南风 那些单位用背脊阻住你 我相信它开积 会将一些散热气 向着你的单位 到时的海景我预计会是这样 阻挡着你的浅粉红色 阻挡着你的浅粉红色 就是将来南风的物业 大家记得嘛 由于前面有的南风物业 亦都有一个很幼的gap 出现在TOWER1ABC单位 它们所受的气流特别多 特别猛 跟之前所说的问题一样 买下A座单位的朋友 你自己想象一下 这条片到这里 我做了大概5个小时 如果觉得好的话 请你share给朋友 和给个like 尽量在下面留言 和尾言几句 至于TOWER1B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知道 如果大家留言 可以说下你想知道 够100个的话 那我就出另外一条片给大家 希望大家了解 我这个频道不是饮饮食食 看见不会去到十几二十万的看见 我都很想去试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上楼可以 大家记不记得 红色线代表哪个单位 你亦都可以这样想象 这个是B单位 站出去露台 合近A单位 最有机会见到最阔的海景 当它在地图里面显示 如果用一个Top View 景观会覆盖哪些范围 如果我要靓景 我又有钱 我又可以等 我一定选 第十期南风 或者 Wait for Sky 我说笑而已 第八期 长江 真正的名字叫做 Sea to Sky 然后我想说海景 怎样是一个美好的海景 例如海移半岛 有部分单位享有180度海景 你觉得美不美呢 我就说一点都不美 你有没有见过Wallpaper上面 有海移半岛对出的风景呢 那张军澳的海景美不美 当然都是一点都不美 要一个美好的海景 必须有一个聚焦的焦点 好像画龙点睁一样 焦点就来出现 就是这条 张军澳跨湾大桥 刚才都说过 画龙点睁 那究竟点在哪里呢 就是点序于 好像一对蝴蝶的翅膀一样 位置正正在画面上面 白色揽核形状 将来 张军澳跨湾大桥 就是一个地标 同时都应该代表张军澳 我们先重复一条片 大家看回 今次开卖的Ocean Marini 基本上条桥 看都看不到 即是看到上桥落桥位 画龙点睁的跨湾大桥 就变成下一次 人家开卖的主题 如果我是长江 Marketing的华视人 那个Sales Talk 我就会说 一 临海 无敌海景 二 可以看到张军澳地标 张军澳跨湾大桥 三 鄰近商场 四 近地铁站 其他 LP6 浸海 关于海景 都是有 但不是张军澳的一线海景 传统智慧 或者我们的父母 告诉我们 向南的楼是最好 在张军澳 我有另外一种看法 大家都知道 在张军澳是非常之湿 在春天的时候 只要你住在20多层以上的楼 你要发现到你看不到地下 个个看出窗外面 都是一个仙境 好像那些神仙住在天上面 看不到凡间的疾苦 张军澳很多物业里面都长生发毛 于用上两三部抽湿机才可以 比我选择 我可能会选择向西的单位 因为房子会比较没那么湿 还要靠近海边 对老人家的健康 构成问题 风湿骨痛 年轻的男女可能你未感受到 但如果你家有长老 你一定要为他们设想 买层楼都是想家庭住得 开心美满 健康快乐 大家留意到一个行拍 在港岛东太古城起飞 直望远处就日出康城 绿色若隐若燕 就是第十期南风的地盘 正正好遮住右边黄色的 惠德风 Marini 系列 而在左边都是黄色地盘 长江 Sea to Sky 正正在我们面前 即是说 你能看到它 它会看到你 它们都可以看到港岛东 而Ocean Marini 主要望西南方向 即是望着柴湾 我们今次就说到这么多 喜欢就给个like share给你的朋友 未订阅的朋友 就快点订阅 订阅的记住按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下一条短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现在我们开启点赞 我